小姐姐其实我是个老司机 不跟你开玩笑 你开了玩具车还是遥控车呀 什么意思 我是那种专门陪这些 不太会开车的一些 小哥哥小姐姐一起开车的 所以说这把打完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 陪你练的资本 我懂了 真的想要我腿上 你三天之内必得 狐臭 别瞎说啊 照片我看看 我看到了 这是你啊 脸上肉比较多 那不完蛋了吗 你长肉不能长脸上的 你往脸上长 为什么不可以长脸啊 脸上绕的女孩 这难道不可爱吗 你好像跟我 猪猪侠闪电小的葫芦娃 你是还可爱的 你长得个猪猪侠一样 可爱啥呢 我不是猪猪侠 我给你发张身材照 你就知道了 干什么呀 我老板是这样的人吗 我感觉你身材还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 发一些你健身时候的照片 懂明白 发脾气上面没有的是最好的 嗯行 发的是啥呀 你呢 她索然无味 索然无味感情 你要看脸是不是啊 嗯 老师呢 这是你啊 挺好看的 有闺蜜的照片吗 对 这么突然 有啊 有啊 我闺蜜更好看了 你觉得你闺蜜好看还是你好看 你个人不说暗话 那我觉得她好看 我从头看了 我翻一下啊 稍等 行行行 好看吗 如果你真的像照片这么帅啊 那我觉得你缺我这么一个女朋友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像你这样的小姐 恋爱经历应该很丰富吧 你瞎说 谈过不少次恋爱吧 两次 你谈过两次 就是上一次和下一次 哦 你肯定是个渣女 他说 我怎么就渣女 那人家说的什么渣男渣女 都是需要很高的条件的 嗯 要长得好看 声音好听 还得幽默风趣 男孩子吧 你得身高得高 然后长得得帅 还得有钱 还得多金 像你们比心点单的老板 这个叫渣男渣女 你懂吧 你这个小姐 讲话一套又一套 有时候我都说不过你 没有啊 我返乡逃跑 你猜不到吧 差一点 你还返乡逃跑呢 我还返乡抽烟呢 你返乡抽烟 你返乡拉屎了 你在说什么猪话 我怎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 小姐姐 你讲话好粗鲁 但你长得这么帅 我好喜欢 嘿嘿 其实我是个主播 小姐姐 啊 你是主播吗 那我要去看看你了 我天你是志勋啊 那你刚骗我了 说好的一米八几呢 什么意思 你现在还见过我吗 不是啊 之前我看过关于你的广告 然后别人就说你是魔教矮子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 哪个屁事说呢 我不知道 评论地下说呢 这些小编呢 这些小编说之话 我得律师喊警告了 他们肥帮你是吗 对 他们什么意思啊 正常 亚洲正常的身高 被他们黑成约德尔人 真的没有听懂 是什么意思 亚洲正常的身高是多少 一米七五啊 你有一米七五了吗 那那那你以为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米七五的话 他们都一般不会黑你了 网络上嫉妒的人太多了 很正常啊 不过你有意说一米长得太帅了 我天 长得有点像 长得有点像 你的爸爸 我这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长得好看吗 就我长得挺好看的 那我就勉为的其他 看一下你长什么样的 如果长得不好看的 你就不要不要发我了啊 不好看这别发 我发我忍不住 长得还可以啊 就是脸上长了个手机 脸上长了个手机 说明我的脸是金贵的脸 懂吗 还有吗 还有照片吗 对 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什么类型 那种适合晚上看的类型 适合晚上看的类型 他们这么风骚 干什么呢 供应哪个小哥哥 怎么就风骚了 你应该说 我穿得这么红红火火的 今年一定红红火火是吧 你觉得你脸长得好看吗 脸照的话 可能我就素颜照 比较正好吧 你给我发素颜照啊 可以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 发素颜照 这种要求都有 你这个是素颜照啊 素颜照能长成这样可以了 咱的丑 理解一下是吧 长得确实有点丑 有点好看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霍建华 你长得真的太像了吧 嘿嘿 你长得像谁 我长得像 英雄联盟里面 动漫人物怎么跟人比呢 我不太理解 就五官呢 我觉得我长得很像 南刀峰 你看南刀峰这个头像 南刀峰这边像双公报 哈哈 你在放鼓枪麻辣狗屁里面 你这个卡特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聊一下 AQA 以前来 我专业了你 之前有干过解说 英雄联盟的解说吗 对 干过英雄联盟的解说 这么厉害的吗 对 不过我觉得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 就是站在 坐在我们这个场上啊 站站站站站 志勋如果你现在是打中单 对线被爆了 打野落后对面一起办 你咋办 如果是我会偷对面的鸡 你应该长得挺高的吧 看你这照片应该长得挺高的 我还好 我没有很高 才一米六八 把财去了吧 一米六八挺高了 阿欧妈 你不会没有一米六八吧 太搞人心态了 哪里的呀 我是内蒙的 你们那有什么好吃的呀 就是奶酪那些东西 奶酪可以啊 我最喜欢喝奶 就是我长得不是很高 但是我现在又想长高 我就是天天打篮球 然后天天喝牛奶 长得不高打篮球 带球钻当吗 哦 你是不是想给 想让我给你来一刀啊 对不起老板 下次不敢了 你接着说 你说喝牛奶长个儿 喝那儿童成长牛奶 长得是儿童 不代表喝儿童牛奶 就长个儿啊 看你这个笔心上面 也没你的照片呢 我发给你啦 从你的眼睛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个坦克 你 你 你一定单身 你的体重不超过120 我把屎吃了 你不要在我这儿骗吃骗喝啊 你今天打算吃几吨 你老是问我长什么样 你你长得好看 那我给你 发一张我的照片嘛 我觉得真的 我可能碰到一个帅哥 看玩笑 你批图了吧 批图难免的 挺像那个的 老干部 霍江华 真的假的 有一点神似吧 但是你批的太过了 你就 有点像网红 像什么网红 像精神小伙 像精神小伙 你再放五香麻辣狗 屁你呢 那你 那你对女孩子这样说话呢 你先说我是精神小伙的呀 哈哈哈 说精神小伙 那给发个占阿八锦呢 你要是超过一米七 我把屎吃了 哦 你三天之内必得 狡气 老板晚上好呀 小姨我听你这个声音 觉得你一定是个两百斤的胖子 哦 怎么一上来就人生攻击呢 那我听你声音像一百公斤的胖子 嗯 不是 就是什么区别吗 老板 我虽然是有一点肉肉的哈 但是也不至于两百斤吧 你说一个女孩子两百斤 那跟贤鱼还有什么区别 那还真有区别 嫌疑还能翻翻身呢 你那个猪能翻身吗 对了 老板 你有没有打火机啊 我没打火机啊 唉 你没有打火机 怎么点燃我的心 高不高 我都觉得高 高 那我们再换一个 你知道星星和你有什么区别吗 星星是动物啊 我是人物 是挂在天上那种 星星在天上 哎 然后呢 我在地上呀 你挺有六啊 你 还有照片吗 有 有 是 我的朋友说你是网图 网图 怎么看到的 你找的一看就是那种很难很难驾驭的 不会 我 我很好得到 你等着能得到 你说你 我建议你去那个医院看一下 你感觉一直笑好像是得了什么病 我这一瓶龙虎穿船在你头上 你信不信 你说我 我怕我穿都是我自己的照片 真的吗 加我微信看看 加你微信啊 我看你是长得丑 想得美 还想加我的微信 真的 不加加微信吗 要不 我微信截图发呢 行 你把微信截图发 我瞅瞅看了 你直接看我摄像头吧 我看摄像头的 你直接来我直播间吧 好 智勋什么 智勋 智勋 对我叫智勋 你不是叫许大刚吗 哦 你是不是叫李回 这位小姐姐 你真的是智勋哦 我是智勋呢 怎么了 你认识我吗 小姐姐 知道呀 你可以把你摄像头放大一点吗 哈哈 放大看啥放大了 给你来个膝盖中腿吗 不是 我给你发照片 都是很大一张的 我现在看你这个 请这位女士主 不要把你的哈拉字流出来 哈哈哈 帅实帅 就是有点矮 就是矮了点 谁说的 站在椅子上的主播 哈哈哈 什么谁说的 站出来 你是赖蛤蟆跳悬崖 想当蝙蝠侠 说矮的 他们骗你的啊 他们在放 五香麻辣狗屁 他们 希望不要轻心禅忍 知道吧 老板晚上好呀 听你声音 感觉你是个少女啊 不 我是个少玉 你是少玉啊 我听你的声音 怎么有点像渣男音啊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你的老板 你居然说我渣男啊 你不要逼我 你再逼我 我给你举报一下 错了错了 老板我错了 我杀个人 你喊上爸爸不过分吗 小的美 你这个小姐姐 我要举报一下你 不满足这个老板的一些需求 你这个小姐姐 爸爸爸爸我错了 我错了 你的小姐姐肯定要关注一下 老板我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超级赛养人 又是什么梗啊 你不发现老板很幽默吗 发现 很有幽默感 女孩子不听说都喜欢那种带有幽默感的男孩吗 这边的所有渣男的体质的特征 渣男得有什么 有什么条件吗 当渣男 你说一下 我跟你说 首先呢 最重要的一点得长得高 喂 老板你怎么不说话了 喂 我真的有八坏腹肌 不是你这个头像怎么用别人头像啊 你这个脸 这肯定不是你 这还真是我 肯定不是你 你还想发网图骗我 给你发成炸八景了吧 可以可以 让我来挺一下 不是 你长这么帅的吗 那不是废话吗 就是 不是你真的长这么帅啊 我的天 一般一般倒数第三 你有喜欢的人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三天之内必得痔疮 你这是钢铁之难吧 你这是 我都不知道你炸啥样的 我给你发了 你长得有点像那个 郭碧婷 你长得像碧婷 我会把人家那么漂亮 我怎么可能比得上 你确实比不上 我说的有点像而已 你别小拍了 是我想多了 打扰了 墨镜一戴 谁都不爱 哇 你长得挺好看的 想到你 但是 然后 很可惜 我知道了老板你这个 我感觉哈 你好像嫌弃我第一个穿多了 第二个 吐血我的身材 你还是不满意吗 腿有点粗 你的腿需要吃我们抹色的减肥产品 需要改改良一下 真的吗 行 那我那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好吗 我就不服了 就一张吗 嗯 就这一张了 嗯 就一张 不得不得劲呢 其他类型的也可以啊 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吧 微笑在美在天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在不在心 有你安慰 又是晴天 搞得再紧再变 少了拥抱 就算太远 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